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Eye 我們現在打一下賈寶玉的挑戰關卡LV2 那因為賈寶玉的LV2只有罪夢寢城可以進去 所以只能全罪夢配置 然後再來是因為LV1打過啦 才會打開LV2 所以我們這邊一定是有賈寶玉之後才能打LV2 那這邊把賈寶玉帶上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才對 好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我都有打在旁邊 如果有疑惑沒有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的時候再看一下喔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有了賈寶玉之後這隊幾乎可以不用轉租喔 還蠻爽的 好啦 其實原本零黛玉就已經可以趨近於常態不用轉租了齁 好 第一回合這邊我們先開那個成員圓 然後接著我們開那個零黛玉 好 我們抓零黛玉角色珠 偷一個回合 好 第二回合我們就抓零黛玉角色珠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好 接著來到第二喔 好 第二的話呢 我們開潘金蓮的技衣 那這邊就是開始賭忌惡有那個 固版的那一招出現齁 三次以內一定會出現一次 所以不用擔心 好 這是第二次 第三次 OK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改抓潘金蓮角色珠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好 接著第三 好 第三這邊的話我們再開個零黛玉 然後抓潘金蓮 OK 好 來 接著二血這邊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測試一下 不 還沒有到二血 對不起 第四關 好 第四關這邊的話我們先開那個 零黛玉 然後一樣抓潘金蓮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好 二血這邊的話就可以來測試一下 賈寶玉的這個固版了齁 好 來 接著我們抓零黛玉 好 非常的爽 七族屬性珠 有結界地 也沒問題 交給賈寶玉就對了 好 來 這邊帶走 好 接著第五 好 第五這邊的話我們就抓流光珠 然後塞到零黛玉裡面 好 接著來到王一 好 王一這邊的話呢 賈寶玉又跳回來了齁 所以我們又可以開賈寶玉了 好 讓我們抓零黛玉 好 這邊直接有無視反手消齁 所以不用擔心 OK 好 那第二回合我們就抓零黛玉角色珠 好 來 接著二血的話呢 就是直接轉一個滿版送給他就可以了齁 好啦 那以上這邊是零黛玉過LV2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噗 謝謝 謝謝